fur 我衣装是骯髒 穿好漂亮 我要一直不在心 点一下 I think wherever you want I'll get you there and hunt you down Yo what's good everybody? 我是OZIE 我今天 represent VogueMe 來做一個雜誌的拍攝給一個專訪 我是一個唱R&B的嘻哈歌手 我最近出了一張個人手上創作專制 叫OZIE的Album 所以還沒有聽到的可以上網去聽 大家好 我是欧阳娜娜 現在我來分享一個 我自己覺得可能一輩子都忘不掉的一個 喜悅感覺的一個故事 在2012年的時候 我決定要離開我特別喜歡的一個國中 師大附中 然後那時候在那邊唸了一年的 應該說一個學期的書 然後決定要來美國唸書 所以那個時候就花費了很多的工夫時間 去申請我自己想要考上的學校 我申請了三間學校 一間是朱莉爾 一間是Curtis 還有一間是在加州的叫Corban 那那個時候呢來Audition在紐約 應該說Audition是在費城 但是你要去費城的路中 你要先坐飛機到紐約 然後再坐Bus到費城 所以那時候想說到紐約 剛好可以去看一下Julia這個學校 那是我第一次來到紐約這個城市 然後那個心情應該算是很忐忑很緊張 可能興奮的心情有 但是真的太少了 所以那個時候到紐約之後 我記得是一個很晚的一個班機 到了之後都已經十一十二點 然後加上我們過海關 都已經半夜了 所以就紐約的一個印象就是 哇這個城市好急 就算是半夜 你也感受到說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目的 但重點是到了費城之後 然後我見到了我夢寐以求想去的學校 應該說是我在去到這個學校之前 我沒有想過自己會那麼想要來念 我覺得應該算是走進去這個學校那一刻 我發現說這就是我想要念的學校 所以到了我親愛的學校Curtis 但那個時候會覺得說這個地方很神聖 就很像自己小時候看的電影 《哈利波特》裡面那個場景 也沒有感受到任何的喜悅 也沒有任何的興奮 就覺得說很緊張 緊張大概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心情 因為你準備了大概三四個月的曲目 然後你要在就是這兩輪Audition當中 去讓評審去檢視你個人的功力 然後評估你能不能進這座學校 經過了很長的掙扎 然後第一輪比賽完之後 比如說比賽完的下午你要去學校的這個公告欄 看說你有沒有你的名字有沒有在進入第二 第二場Audition的就是這個狀況 所以如果你沒有看到 你就可以打包回家了 如果你看到很好你還有第二場Audition 就是要去進行 那時候也沒有時間就是覺得說自己念書以後怎麼樣 然後覺得說如果我能進第二輪比賽對我來說已經是一個很大的肯定了 因為這個Audition是全國應該說全世界各地不同的就是精英們來的一個比賽 那我在那邊就像是一個小朋友 那時候我真的是蠻小的是十二歲嘛 然後這個時候呢 就反正是第一輪的Audition結束了 然後進行到就是你要去公告欄看自己有沒有進入到第二輪 然後看到自己的名字的時候是我覺得這整個故事當中的第一次的有喜悅的感覺 因為當你到紐約 當你到費城 你感受不到那種喜悅你唯一的心情只有緊張 所以這是第一次的喜悅 那後來其實回到台灣 然後Audition也結束了 就過了一大段時間一個多月吧 都沒有收到任何的學校的E-mail啊 或是一些學校的寄信來 就覺得說可能是沒有考上 但我覺得其實還蠻在我預料當中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所那麼就是 就是它是一個音樂人當中很重要的一所學校 那時候就覺得啊沒關係 反正不管怎麼樣我明天再來考 但是呢就是在某一天下午 我不知道我其實是一個很少睡午覺的人 就我通常沒有什麼時間睡午覺 或是我不是那麼喜歡睡午覺 所以不知道為什麼那天睡了個午覺 在我媽的房間然後還有我妹這樣 那天就是暗暗的然後好像是個週末吧 突然我就我媽就很很很激動的跑過來說 就跟我說了一句話 但是我也不記得她說什麼 但反正結果就是知道說我錄取了 這個故事呢就是有兩個喜悅的地方 第一個喜悅就是從緊張忐忑當中看到公告欄上 我進入第二個audition 就是最大的喜悅的感受可能是就是 我剛剛說我這輩子都不會忘記 就是某一天週末的下午 我媽很激動的跑進我的房間裡跟我說 我錄取了 這就是我覺得人生中忘不了的一次喜悅的感覺 哈囉大家好我是Sandy吳珊如 今天歡迎來到我的愛情診療室 這兩個女生呢她們分別跟我講了兩個不同的故事 然後都跟我說怎麼辦怎麼辦才好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其中一個女生她年紀跟我差不多 那她在感情裡面已經一段時間了 但是呢這個男生對她漸漸的就是 比較算是實之無畏氣之可惜的狀態 然後對她也沒有像以前那麼好了 然後她們兩個的關係呢就是這樣子 她就永遠一步一軀的跟著她 她就問我說怎麼辦呢 我發現我自己越來越討厭自己 然後越來越找不到自己的目標 也不知道自己是誰了 好這個答案其實非常的簡單 就是呢我想要跟大家講 這個東西很難但是很重要 就是愛是一種決定 喜歡才是一種感覺 所以很多人會說我沒有辦法不愛她 No你只是沒有辦法做出一個不愛她的決定而已 你只是還是很喜歡她 你可以說我沒有辦法不喜歡她 因為喜歡是一種化學反應 它是會消失的 但是呢愛是一個 你只要做這個決定 你就要全然的包容 全然的犧牲 全然的接受 所以呢當對方已經沒有辦法 這樣對待你的時候 基本上她其實不愛你 她可能還蠻喜歡你的 但是這個關係裡面呢 你對她來說可能就真的是 騎鱼找馬的其中一個部分而已 那她在走馬看花的過程當中 你如果要持續待在那邊 你當然就會漸漸的成為一個 你自己不認識的人 那女生要怎麼成為一個迷人的人呢 就是你要停下這樣子的關係 然後去思考一下 我自己最棒的特質是什麼 然後我要讓我自己成為一個 認識自己 然後懂得發揮自己的特質 然後成為一個愛自己的人 因為你要懂得愛你自己 別人才會懂得愛你 李玉璽的校園回憶錄開始 算是喔 因為我們全校大概就一百個人 沒什麼說話 你們 個性比較好相處 也比較好笑 所以就是 在學校是一個醜角的部分 然後旁邊都有幾個帥哥 大家是 我是那個 帥哥與女生之間的橋樑 工具人 帥 應該是 在媽媽肚子裡的時候 就是不認識的 其實國中時期是我的全盛時期 就是 就是下課會有學姐來 來教室門口這樣 然後就會 就是回家就會 收到很多集資通的要求 就是到我要畢業有一天 就突然有學妹傳簡訊給我 然後她哪裡來我的電話我都不知道 然後她是誰我也不知道 然後她就只講了一個名字 跟她的集資通叫我嫁她 然後 我又要嫁 有一個那個 是張立東教我的 我最近戒菸了 那你要問我為什麼 因為你讓我心不在菸 對老師翻桌 是被老師誤會 其實很幼稚 就是同學拿了我的東西 然後我把它講回來 然後我就被老師罵 然後我就翻桌桌 不是我 真的是沒有 這句話超噁心的 我花了很大的心理監測 才講出那句話 我就整個晚上 坐在箱子 沒有你們 我真的是活不下去 我去看妳 你也看我 我去看你 你 我看你 你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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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看你 我是李玉璽 Follow me and Voke me 大 哇 怎麼會有這個東西啊 我是一個什麼 龍蝦俠嗎 我們挑戰 My God 化肥會發灰 灰發 不是 化肥會 灰發 黑化肥發灰 灰化肥發黑 黑化肥發灰 灰灰發 灰化肥 灰發灰發黑 Oh my God 黑化肥 灰發發灰 灰花肥 灰化肥發 灰化肥發 灰化肥 灰發發 灰灰 灰灰發肥發 灰發肥發 灰發肥發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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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喔 由我來講Fashion 是去選擇生活中的質感 適合自己的 是我覺得 讓我覺得最自在的 所以我也不太會說 一定要特別去嘗試 什麼太輕的東西 這一季很流行 但是明明不適合我自己 做自己吧 You know I'm all mine Yes, I'm all mine Yes, I'm all mine Almost nicuzirbジød�ödan al Follow me ago approved 粉 universum 960 115 115 2 feathers 11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